这一节我们找到了聂长 集中谈谈新股 大家都很久没有谈谈新股 明天有四个新股挂牌 四间公司业务有不同 新加坡的土木工程公司 版面见到就是这个委员 另外还有做一些合金资源的稀美 做人工皮革的港甘新兰科技 另外还有仿迹相关的股份 就是上百控股 相当热闹 四个新股明天上 不若而同 大家先看看价格 多数都是以下限定价 或者接近下限定价 唯一一只接近下限定价 就是新兰科技 其他三只都是下限的 这个市况这么波动 定价保守都是人之常情 我想相对上来说 都是正常的 因为如果是一个中位 或者是一个上限定价 其实不排除一上市的时候 沽压方面相对上 就会比较明显 再加上 其实在这段时间 刚才说的表现 都未必真的很好 还有投资者的入市气氛 又不是那么强 所以相对上来说 在一个下限价 都相对上算是安全 会比较安全 唯一的就是新兰科技 属于偏向下限 他都要求下限定价 但是四只里面 如果你看到定价 这样摆位的时候 是否对自己 比较有信心 下限价来说 是五毫指 现在是五毫二 其实以价位来说 都是差两个价位 差距也未必那么大 我想某程度上 可能管理层 都是觉得下限定价 未必那么好看 所以相对上来说 调高一点 那个感觉就良好一点 好了 另一个共同点 我们看着 这四只新股天日上 就是他们的一手中签率 都是做不到百分百 就是简单来说 做不到一人一手牌给大家 大家只不然会 看下超购倍数 除了上达 上达的超购倍数 是去到73倍的 另外那三只 你看到超购倍数 又不是特别夸张 就是四倍到十多倍 这些水平 但是也做不到一人一手 究竟反映着什么呢 一手中签率 其实就代表了 散户营购倍数 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你拼一手的时候 某程度上 都是做一个短线的操作 那变成了 我想管理层的考虑 如果太多货 落在这些 投机味道那么重的散户 的时候 就变成了 如果明天一开市的时候 可能市况很波动 形成沽压 就会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考虑了这个安排之后 以至到每一只都不算是一手 中签100%的状况 几只新股 规模比较小一些 除了看这些招股的详情之外 回到基本业务 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说 四只新股 其实四只业务都很不同 土木工程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些 其余这只做的业务 都是属于冷门 以前冷门的行业 就会有得炒的 但这几只冷门得来 又不是特别有些 大家会觉得一定要买的 那种冷门 看回他们的业务方面 业绩方面 看到四间都是倒退的 通常新股上市 大家看的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都会 盈利做得比较英俊 倍升或者升到几十个% 但偏偏几只这四只 全部都是倒退的 究竟那基本因素 如何称好呢 其实新股来说 尤其是四只都这么小 我觉得未必需要 很深究那个基本面 因为最主要来说 管理层如果觉得 业务前景是看好的时候 一定会反映到那个招股价 其实分析就未必是那么有意思 至于你说 他在业绩方面倒退的时候 可能某程度上 就需要留意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上市成本是比较高的时候 所以就以至到 计算出来的数 就会比较差一点点 一般来说 就等他上了市之后 再公布第一次的业绩 才进行基本面评估 就比较上是适合一点 新股我们应该都是看 供求关系多一点 供求关系大家就看看 课源是否归边 课源归边 我们应该去参考什么数字 我想就要看看 到底那些大额的成倍人 或者公开发售部分 月早的认购人 到底他拿了多少个货 一般来说 如果在整体比例上 达到八成以上的时候 相对上来说 归边程度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某程度上就预示了 其实上市之后 上升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应该的 所以是进行 这个度是进行 但是我们可以帮助 再次进行 我们下车的参考 再次进行 感谢观看